水坑口一带,相传从前有一条从太平山流下来的山溅水,经过这里流出海,居民在这里捕鱼捞虾为业。 后来,水坑口填平后,逐渐发展成为一条十四集中的街道。 今天,这里仍有很多茶楼酒家在这里开业,而由水坑口步行到上环一带街道,沿途十四可谓多不胜数。 上环正如香港很多其他地方一样,不断在变。 这里现在是新旧交杂的地方,但与昔日艳貌,可说是天渊之别了。 上环一带的文贤东西街也别具特色。 多年来,文贤西街均以销售南北洋物产为主,故又名南北航街。 这家南北航公所是从前商人统筹贩运货物,商讨事物的地方。 直到今天,文贤街仍是南北物产的销售集中地。 药行、杂货店、咸鱼贪荡、成行城市。 像这些海味,如干豹、海参、鱼翅、鱼肚。 还有药材,如狗子、北齐、房党等种类繁多。 这些店铺把货品堆起来,真可谓堆积如山, 还把货品放到店铺门外吸引顾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 感谢观看